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经证明 我们现在看得到 数据掌握得到 感知得到 研究得到 这一切只有20% 其中80%是我们不可知的境界 那叫暗物值 对不对 我们还有80% 其实不值 是我们完全不晓得的 你不能因为你不了解 不信 你没兴趣 就故意去忽略它 冥冥之中 自由因果报应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再来 就是 在修持佛法 在密圣的 苏西地经 他有讲到 修持 密法 相应之相 你说你修持佛法 或者是修持密法 为什么叫密 是不是很神秘 密 它代表了 就是以密序的点极 作为基础 所阐述的 自立立它的种种的教法 所以我们称密法 并不是它很神秘 那当然有一些是不共的了 比如说你现在读一年级 那四年级的课程你就不必去碰 你就好好把一年级去修好就好了 所以这个苏西地经讲 你修密法 如果修得成修得好 所谓的相应之相 第一叫若少饥渴 你修法修得好会怎样 你就会生活渐渐不予匮乏 不会为经济 为居所等等感到苦恼 我们在以前 在我刚学佛的时候 大概十几二十几年前 刚接触密法是十几快二十年前 桃园有一位阿维师姐 阿比亚苏罪 他怎么样呢 他就是非常虔诚 特别对佛教的观世音菩萨 非常的虔诚 他虔诚到大小事 就是常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而屈极避凶 他这个全身 好像有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 所以常常吃一些抗生素 他这个脸就是月亮脸 然后脚都是水气很重 后来他发心在桃园建道场 离请法师举讲经说法 在那个道场 我们要建设晚安的前一天晚上 那个都很累 你只要创设过一个小道场 你就知道 你不要说创设一个 可以好几百人的大道场 那都很累的 这个阿维师姐他怎么样呢 他累到明天就要开光典礼了 今天就没有洗澡 实在支持不住就躺在床上睡着了 醒来以后天亮了 要赶快洗澡 要去道场了 他一照镜子吓一大跳 他全身脱水 水肿现象完全都恢复 从此以后 他的生意家道变得非常的富足 敬后压 什么时候才停止 什么时候才停止 他这个先生贪心不足 家里的事业一直赚钱 以后跟人家去开三温暖 里面有做黑的 做色情的 做了以后 当然 他就是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才去问他的师父 师父 为什么其他事业都很好 我那个三温暖 客人明明要走进来 就转弯了这样 奇怪 好几次我在那里看都这样 他说我叫护法神给你守在那里 不要给你造业 从那个时候 他赚钱赚了很多的钱 才比较平缓下来 所以一个人你要求财 要正求 就是你自己要有财福 你就是要有福德 德有万种 修万德 德万福 所以我们称佛陀叫什么 万德庄严 具足圆满了吗 再来第二个叫若少疾病 就是修密法 身强体健 少病痛 以前我们在听大圣经典的时候 法师在讲经 有一个师兄弟 就很没礼貌 突然就站起来 就像现在大家在听 他突然就站起来 站起来说什么呢 他说 请问你法师 我为什么身体这么痛 这么不舒服 法师很慈悲 就笑了 就跟他说 好了 你今天这样 我就告诉你了 因为那个年轻人 那时候好像是读 好像是这个 也是某一个大学 他们有二十几个人来学佛 他其中一个 他身体不好 常常坐立难 这里痛那里痛 坐不住 然后看到他 他就是皱着眉头 瘦巴巴的 法师就只会看 就跟他讲 好了 你坐下不要急 不要激动 我告诉你 要你好好修 你过去生白天是沙压的 晚上去学佛 你白天在沙生 晚上学佛 所以今生你来学佛 你身体从头到脚都是病痛 而且人家在听经 听得很安 你坐立难安 要他好好的忏悔 多戒杀放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